这个是防止鱼跳是吧阿姨 对对 这会儿就不会 吓死我了 李宇太好这句话了 最近很多朋友质疑我辣王本王的身份 所以我来到了四川 杰利斯成都 说的地道不吗 还行吧 哎 雷店有个乐山豆花 哎呦不得行 要到乐山去吃 肯定吃 今天呢我们找了一家黄辣丁 据说也是特别的辣 但是这个很好吃 吃一下 Let's go 哎 阿姨在搭牌 吃饭 吃饭你不搭了 打吧 要不然你先打 我多不好意思啊 我没上杯了 打的这是啥 斗地主啊 打升级 升级呢您这排不行 你们几个人吧 好几个人 哇 别有洞天 给大家看一下 传说中的黄辣丁 对不起了 小鱼 五斤这么多 黄辣丁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上面旗上那根刺是有毒的 特辣 你才不能吃了 黄辣丁这个东西名字非常的多 你像四川叫黄辣丁 南方好像叫昂刺鱼 江这一带好像叫汪丁鱼 哇 特别的棒啊 面前是一个小区 OK 这个鸡爪老板说了 现在必须吃 特别的棒 哇 太怕了 真的入口即化 哇 根本不用啃 好吃 太好吃了 目前还没有吃黄辣丁 鸡爪已经无敌了 现在开始煮鱼了 特别的棒啊 特别刺激 这是用了一个漏斗 然后把鱼直接从上面灌进去 灌完之后加一个盖子 这个是防止鱼跳是吧阿姨 对对 这个装置没有见过 特别酷 这会就不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特别的棒啊 不是说话不会跳了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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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条 就是他跳了一下 我这人记仇 穿着有一个古话就是叫 鱼要吃的跳 哇 要吃的叫 哦 这个鱼马上就好了 还得再等一分钟 来 现在已经熟了 我们先把刚才调皮那条夹起来 这就是刚才帮我一身那条 这个鱼呢 讲究一口闷 怎么吃呢 把它的屁股塞进你的嘴里 哇 太好吃了 这条大呀 肉是真嫩嫩 哎 壮壮的 这个辣度呢 吃到现在 劝退了一个四川人 我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锅里的酸菜 在四川几乎所有的 鱼火锅里都会有这个东西 因为它可以去腥 人生决定 不要吃辣锅里的菜 雷果吃完回去 会不会打标枪吗 索心做 知道打标枪什么意思的朋友 扣在公屏上 无餐肉 好吃 但是跟鱼比起来就非常的逊色 根本停不下来 我这一缩二十年的功力 你挡得住吗 老本 加个 先说啊 我肯定不是因为辣才点蛋炒饭的 这是因为他们说 来成都吃火锅 必须吃这个 这个是传说中的四川泡菜 四川本地的泡菜也是带红油的 单独尝一个泡菜 他们家的啥都好吃 这个泡菜太好吃了 吃的方式呢 就是把泡菜盖在米饭 往嘴里扒了 超好吃 就是这顿我觉得特别棒 鸡爪好吃 和辣丁好吃 改错反应也好吃 他们家的特点 软和糯 来他们家吃饭 几乎不用牙 就是缩 这么多年吃过特辣丁 今天这个最好吃 最重要的是 我要的是特辣 我觉得辣度OK 我可以接受 保住了辣王本王的称号 我会努力的 好的我们接着消费 543 最后呢 如果大家有又好吃又辣的点 记得给我留言 谢谢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